中国驻西方的大使馆和西方驻中国大使馆都有几个作用 保护国家利益间谍情报收集 一定的 但是没有像中共一样 把中国各县市到北京上海成为了直查地方的腐败和勾兑 当然是性供奉性贿赂 包括现在的胡心语案子 胡心语案子百分之百是被人家取杆取慎了 中国每天有多少胡心语案子 话就说过来了 刚刚的过去的几周 中国死了多少个胡心语 中国你看要不江泽民死了 要不中极死了 要不哪个宋主英又什么事了 要不哪个大导演又出了国了 他永远有新闻 海外媒体 然后要不要吵国内的个看上去 为民出冤 像索莱女 然后胡心语 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 全部叫泄民愤 这是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战略 你看看毛泽东 你看看当年的周恩来 刘少奇 康生 江青 你就看看所有的情报头子 包括纪鹏飞 防民口如防川 第二一定要经常搞运动 共产党生意运动 要是活一运动 经常搞运动 你看过去共产党搞什么 2008奥运会 加入世贸 冬奥会 夏奥会 G20 全球什么经济论坛 参加印尼G20 成天都是运动 然后15大 16大 17大 18大 19大 然后是春季的两会 让你所有的党员 疲于奔命 他不仅管弱民 他也弱党 一定让你忙 忙到你无所顾忌 忙到你忘爹忘娘 忘到老公老婆 有钱都不知道放在那 然后你每天忙在酒桌上 床上 然后每天领导对我重大指示 这是当年定下来的 所以当时我跟那个 纪鹏飞坐那聊的时候 我说中国老百姓俩就这么傻呢 什么都信呢 哎呀笑着说 中国老百姓好糊弱 让他忙 给他画大饼 一个比个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